屏東十大伴手禮 甄選活動邁入第八年 今年獲獎名單已在日前出爐 縣政府特別舉辦頒獎典禮 由縣長拍門安慰 好戶 好食及好店組 共三十組入選店家頒發獎座 我們的屏東十大伴手禮 好店組 讚 那每一年的伴手禮 都激起了很大的回響 那些店家呢 也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出 一直自我的研發 創新 彼此的競爭 來自我來提升 這個產品的競爭力 除了票選 專業 評審 從這個產品的優質的產品以外 還要懂得包裝 設計 行銷 美學 把屏東的價值 傳遞到每一個地方 在頒獎活動現場 也展示了獲選店家商品 縣府表示 今年報名的店家非常多元 其中步伐跟雲在地多年的老字號商家 亦有許多青年創業的商家報名 在包裝及行銷手法上別出新材 並運用屏東多元且豐饒的物產 展現在地元素 我們利用我們的五感 特別是鼻子這一塊 我就設計了霧台的四個味道 特別是聽山呼吸 雲霧繚繞 直覺編紙跟鹽板煙起 有山的味道 雲的味道 鹽板的味道 還有植物的味道 我用精油的部分 只用三個精油 去模擬在地的感受 我們今年所推出的是叫五年的香 我們是用最天然 最純淨的產品來製作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形狀叫祥雲 這個祥雲讓我們在點香的時候 就有一個祥銳之氣 不管是在辦公室 或者是在居家生活都非常好 屏東十大半手裏不僅種類多元 包裝亮眼且兼具在地性 屏東縣政府今年跟首度與環球購物中心合作 舉辦三場展銷推廣活動 怕能提高獲獎商家曝光率及知名度 也提供民眾送禮好選擇 屏東新聞 張如玲 劉建榮 採訪報導